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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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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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够产生善的能量 我是在觉得 我们这个和谍爱台 爱和平抗台湾 其实就是一种生命职场 我们不断地计划大家 有善念 然后想着念力 然后来感动习近平 感动中国大陆的人 说台湾人很可爱啊 你都不是要打台湾啊 我们当然还影响我们要当权者啊 至少昨天我就是台湾总统 总理讲究说两个要和平抗台湾 那我们大家就说 所有的 大家选择要投一个 我们11月要选举 哪一个候选人 我们选择要求呢 你要发誓 绝对不赞同战争 我们才要投给你 因为选拟来签字 所有的候选人 对不对 对 就是很重要的 那台湾总统改面道啊 说话 他去年跟他讲 他不少经验 昨天讲 但是这个要对线的 他一定要努力促进和平 所以所有的所出来的 你们不用放心 很多队员都说 你的理念我支持 可是我出来以后 我怕谁对我们的党 民进党 11月12号你们要走在前面 你们要让人家认定 你是一个和平民主的政党 而不是一个战争的政党 所以11月12号民进党要在前面 那我们底下就可以遞到和平的情境 那台湾能够和平呢 世界就会 是 是 没错 也就是说我们把 遗人呢 化为家人 然后家人呢 就可以和平 遗人能够和平 遗人能够和平 以后 我不要做你们自己做 我不要做你们自己做 那我们先去吃麵 不要 不要 没带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